平凡的主妇也非常厉害 他靠着买股票累积了5000万的身价 他原本是电脑检测员 辞职当全职的投资人 成功让10万块暴涨了500倍 来看看他厉害在哪里 以前迪化街富豪最多 不过现在也传出了有股市大户 据传这里为平凡的家庭主妇 拿10万滚出了5000万身价 就在迪化街这附近 平凡又神秘的陆股姐 今年62岁 城府股海27年 当年10万进场从金融地产股开始 资产一路上标 今年累积出5000万身价 原本只是为电脑检测员 看到GDP是7%的成长 他就觉得说 这个时候是太有投资机会 所以他毅然决然把自己的工作辞掉 投资新法第一部最爱青年股 新上市贵股票 股本小老板企图心强 代表未来五年股价创高比率高达三成 他觉得越年轻的股票越有价值 本益比大概比其他一些比较成熟公司 大概可以多10倍 从青年股下手陆股姐更懂押宝 首先买进IC设计股林洋 短短一年股价从40元涨到200 大赚4倍 接着又向重台积电概念股汉维科 从新贵买到260 直到千元才出场 再次翻赚4倍 资本额不多 才7亿多 但是它的成长性非常可奇 它只要台积电一路成长 它就可以跟着一路成长 眼光精准就像狮子一样盯紧猎物 陆股街点出即使看好个股 也得随时追踪产业动态 尤其擒袍法说会 每周至少两三次 台风天也不缺席 它就好像说它是一头狮子 它只要紧盯 看到一个猎物 它一定盯到底 擒作功课 嘱咐滚出大户身价 打造部署专业投资人的散户圣经 东森财经新闻 综合报道